如果没有种癌症我不会吃素 我一定不能吃素 因为我贪吃 我不会刷全素 可能我会还是有偷偷吃 我知道癌症病患因为身体是酸性的 我一定要吃素我没有得选择 不可以吃到那个米的东西 因为米是酸性的 而且大部分动物都是有毒的 因为我不能再给我身体进到那个毒素 现在我是100%吃 很多人就是觉得吃素是不够营养的 其实呢如果蛋白质很多还是从那个植物来的 而不是从那个动物来的 要煮家里面 煮给谁 煮给我的朋友啊 我的同事啊 给他们吃一下 我们的素食家里面也是好吃的 你身为一个素食者是吗 你每一餐里面如果能够你要吃五颜六色的菜 因为它可以补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实际的加鲤粉 所以它全部调味药都有了 你看它加鲤粉很像的嘛 吃了之后你会觉得你身体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所以你会觉得你身体会比较清静一点 OK 我们的家里面煮好了 大功告成 good 这个是香精的 香精 现在四个月 我开始吃饭 我能够吃饭 然后吃饭 OK 吃饭 然后吃饭 之前,我喜欢吃鸡,鸡,或鸡 我的肌肉经常会痛,经常会痛苦 后来,我听到母亲说,吃鸡肉比较 我听到人们聊天,看电视 现在,我嘗嘗多吃鸡肉 我来到工作,有更多瘍 五到六个天,在一星期 现在,我的肌肉也不会痛,不会痛 然后,我的肌肉也会看得更好 就两个,带动三个 三个,带动四个 所以就变成吃素 有时候,还是好像一个潮流,影响力 那些本来是以为菜是很难吃的 每一天,如果一群朋友都是这样讲 哇,这个是鸡肉,那个好吃 所以,它一定也有人讲会影响到 所以,也开始可以慢慢地接受吃 马上说,我会是一群人的一群人的一群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